前世期拍到自小客车越开越偏 直接撞上停在路边的机车 碰碰碰碰碰 机车就像保龄球瓶被撞得东倒西歪 没想到呢这台车还没有停 继续往内侧车道开 再往前追撞了一台多元继承车 造成多元继承车驾驶擦错伤 还好没有答案 而这先生当时就骑在多元继承车旁边 目睹车祸发生 他心有余悸 一起来听听他的说法 在路上一直在路上 然后我就听到一个很大的声音 我要准备看后照 因为我不知道后面发生什么 声那么大声 其实他是撞到后面的车 他是撞到我旁边的车 事发在5月7号凌晨12点43分 警方调查发现两名驾驶都没有酒驾 停在路边的机车有7辆都被撞毁 车主有的是搭捷运回来看到 真的是傻眼 造势的80年次古兴驾驶 自称是身体不适 至于详细的造势原因 警方还要进一步理清